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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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專注度要非常非常的高 不然你很容易錯過就是一些步驟啊 然後你就會整個亂了腳步 然後如果你就是只是想要學老師做同樣的東西 或是學同學做同樣的東西 那這堂課超級不適合你來 因為這堂課就是你要不斷的去思考創新 就是想說你自己到底想要做什麼 然後你的心臟也要很大顆 因為像我們第一次就是做的東西 好像是以前沒有人就是比較少人做過 我們是做蝦子 那這蝦子的主題就是比較少人做過 又會遇到很多瓶頸 所以就是我們第一次就失敗啦 然後失敗之後大家當然都就是超難過的 可是你就是要趕快振作起來 然後繼續思考你接下來要怎麼辦 然後往下一步走 這個課程是生物組織切片 那我的這個課程學到了很多東西 因為課程所需要用到的儀器比較特別 所以我們要更認真去了解它所有的步驟 那過程中也要比較細心 演藝也許做錯了一個步驟 那之前的努力都白費了 那我最後也非常感謝 老師們在一旁協助 因為還要照顧我們很多學生 所以他們也非常的辛苦